有點雷 那邊有時候 那邊玩上路 玩凱撒就蠻強的 玩那個 他有時候玩那個 輔助我就覺得 站得沒耶 他那輔助真的很賤 打會戰 大家如果有打人就知道 打會戰三個人那邊 結果你知道嗎 我一個打兩個 然後我想說 我拉扯一下 那邊先要到 我說拉一下 那邊先就直接怎樣你知道嗎 我就 不是啦 我這樣講 那邊先一開始被兩個人追殺 然後他躲到草叢 我說拉一下我們來救你 結果拉扯天閃現上來 然後我閃現下去 彭靖教授 救 最後一個人打兩個人 他打完兩個人 找到一半的時候 我跟腳 他們的血都很殘 我想說 那我們剛才只有幾個手 我想說拉扯天只要下來 再回來 就可以去打 所以拉扯天竟然說 我去吃個補包 他先去吃完補血 然後再回來 我已經死了 他說 我跟他去吃補包 等於說你剛剛寫的不是還剩一些嗎 沒有啦 很少啦很少 沒有啦我吃補包 你知道嗎 他回來的時候不知道寫了多少 抽了一半 他根本就 卡了這個神 對啊 就是我去救他 你知道嗎 就是我直接那個EVRO 只要技能下去做他 結果閃現下去之後 後來是贏了啦 熱浪沒了 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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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看不出來 我從來沒看過 Never 那怎麼說我區別不出來 因為我看不出來 他從來沒有真正的千億回過過 媽的 不錯了不錯了 你今天把這一個寫完就好了 喔 引導範例十五 開始說了喔 引導範例十五 我跟你講 一定是用根與細數 你知道為什麼嗎 你知道為什麼一定是根與細數嗎 因為他有寫 他上面寫根與細數 而且你看他說 十細數方程式的兩根 對不對 是A跟B 對不對 所以應該就是用根與細數 他都給你兩根了 來囉 S平方加X加C 那AB都不是實數 喔呦 是實數喔 是虛數喔 這很奇怪喔 然後我想問你 則 A平方加B平方的值是多少 誒 尤姊姊 例子十五 答案是多少 負一嗎 不知道該怎樣 這負一嗎 對 出處你算是負一對不對 應該 對 好 謝謝 好 虛數 那更細數齁 不論虛數 不論虛數或是實數 當然哪時候要給我問 A加B等於負一 A加B等於負一 AB等於負一 可以嗎 那他說A分之一跟B分之一 也是這方程式的兩根 來囉 好 方程式的兩根 所以你會得到 A分之一加B分之一等於多少 這是負一 然後呢 A分之一乘以B分之一 A等於B 這是A等於C 好 待會就這樣 這好像有點難欸 接下來咧 怎麼說 這裡的感覺的話 我會讓你覺得有點疑 你怎麼說A 為什麼它的導數加起來 也去符合這個東西 那有種感覺就是像什麼 A分之一等於B的感覺 你不要講什麼話 你的A分之一剛好怎樣 會等於B 你的B分之一 剛好等於A等於那種感覺 不違導數 所以它加起來 也一定相乘相加 也就符合這些係數 都不違規則 這裡有一個平常的條件 比較難發現 就是這個 它等一下有什麼用 等一下就告訴你 好來 這樣要解裝程式 那我先把目光放在哪裡 大家看一下 應該會放在這裡 對 你看 這裡是不是說 AB等於C A分之一 乘以B分之一的等於C 所以你能得到 AB等於AB分之一 對不對 都等於C 那裡面有衝動嗎 你是不是很想把它拿上來 有吧 有這個衝動嗎 這樣我們就可以解出AB了 可是這個怎麼解 就變成A平方 B平方 開根號 AB等於C 是不是正負一 來問你正的還負的 正的 正的還負的 正的 為什麼正的 因為它的C寫 它寫加C 我等一下出去揍它 到底是正的還負的 正的 好 跟妳講 跟妳講 妳用判別式去判別 都不是實數 代表什麼 判別式小於0 那判別式小於0 就意味著 E減掉4倍的AC 是小於0 接著到C小於0 這個人叫C C小於0 所以要選負的 所以AB是負1 可以嗎 剛才我發生過說正 欸 等一下 為什麼 欸 對不對 是正的 欸 是正的 我寫錯了 你知道為什麼 這移過去是正的 是4 哈哈 啊 好像跟一鬼一樣 4C 幹 它猜對了 4C 應該是大於1分之1 它是正的 大於0 剛才哭妳 媽啊 對不對 不要猜中 這大於0 正 好 可是這個隱藏條件 真的蠻隱蔽的 要能想到蠻難的 好 C大於0 那妳知道AB等於1 又有A加B等於-1 那是不是可以用更細數去求嗎 因為大家要問的是什麼 A平方加B平方 不可以用成法公式 A平加B平 是根據成法公式可以寫成 A加B的二次方 減掉2AB 所以就變成了 A加B -1的平方是1 減到2AB 是1 減掉2乘以1 所以答案是-1 很奇怪 平方加平方 當然是負責 為什麼 因為它是虛數 好 範例15 蠻難的 妳可以稍微想一下 這題我覺得 我自己寫應該怎麼帶出來 很像補一題耶 睡醒 睡醒 那已經去了 你看喔 如果妳看過我的書 妳會發現我旁邊會有滿滿的紅色 但是今天可能不能講得滿多 有點多 我覺得普通範例其實蠻多的 我們有機會 看什麼時候可以把它補妝出來 沒有 沒有 有啦 有啦 因為這種題型它有一個很類似的 我寫一個 叫 根號的 確認係數 你看喔 假如 F平方 加7X 加9 等於0 然後第一小提問 根號 alpha 加根號 beta 的平方 那alpha beta 一根 一根 呃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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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行 不知道為什麼我往前走 在找飲料 給你寫一下喔 去找飲料喔 學長在念書 學姐在念書 在玩 好像可以嗎 他沒有學測 他沒有學測 他不考試測喔 他身高了 他沒有考試測喔 他身高了 他不考試測喔 他身高了 他不考試測喔 有你決算算算了嗎 注意喔 0 0 ㄌㄋㄚ ㄎㄉ Kak 好啦 開始囉 雙腳招 think 首先你要小心 他是寫根號所以你有陷阱 為什麼會說有陷阱 因為你現在是高三 你要知道根號的內部是有複數的 這有徐根的嘛 所以你要小心他到底是時數還是徐根 那根據根據係數 方向beta的掣 是-7 α乘以β是多少 是不是叫9 相加負相乘正 所以αβ是什麼 是不是都小的0 可以接受嗎 正正負負 那相加又要吃負 所以一定是負負 可以接受嗎 兩個都小的0 小的0會怎樣嗎 大概會怎樣 來我開始算了 所以所求 √α加√β的平方 會等於α加A平B平 我直接寫了 這是α加β 加2的根號α乘以根號β 可以嗎 那是不是可以等於α加β 加2的根號αβ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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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解對不對 對 錯 錯 錯了 就是負的 負你媽媽的 因為今天 考慮負我媽媽的 因為αβ都小於0 這要變號 那為什麼你知道它已經小於0 剛才講過 說一定一大一小 相乘是正 只能正正負負啊 那相加又是負負 只能負負啊 剛才不是在講過 垃圾 所以這裡要變號 為什麼要變號 你會想嘛 如果今天就是負2跟負3 你寫進來是負2負3變正 那我剛剛有講過嘛 這就是相差一個負號 所以這裡是減哦 那αβ是多少 跟女係數有寫嘛 是負7 減2ab多少9 是不是開口號出來是3 所以是減2乘3 答案是負13 不是負1哦 是負13哦 那為什麼有人解決還不錯 因為有人解決了 哦 根號A根號B 可以直接寫成根號AB 但錯的原因就是因為 它現在是虛數 懂我意思嗎 好 你自己小心哦 你現在是高三哦 所以要很小心他的A跟B 只要有根號出現 你都要很注意裡面的正負啦 好 就這一題了 提供給你 接下來我要講 游理係數的檢驗法 耶 再講三跟定理 耶 再講 再講分次不等次 分次不等次 我們就講完多長次了 其實大家 大家只會回想 你知道多像是 但那個 以前的段考 是在多少個段考半的嗎 他是一次多一點點 一次快半 不知道是不是一個很大的長子 好 接下來我們要講 游理跟檢驗法 游理跟檢驗法的話 這個其實比較簡單 他有個別名叫 劉頓一次陰式檢驗法 劉頓一次陰式檢驗法 也可以叫一次陰式檢驗法 也可以叫游理跟檢驗法 這些都對 他名字 其實蠻多類型的 那簡而言之就是 檢視他的游理跟 檢視他的游理跟 我口頭說一下就好了 好不好 這個蠻簡單的 來囉 不行 我舉例子啊 口頭說一下 不行吧 靠夭人 為什麼不行 他上面寫那麼多 我都寫好了 過頭又走 來囉 我們舉個例子哦 他可以叫牛隊 有一次陰式哦 那我就寫一張牛隊 一次陰式 他是檢驗法 好 檢驗法 那我開始囉 Gat 我開始囉 G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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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驗出游理跟嗎 那倒不一定哦 檢驗出來的 我們只是說可能 如果有游理跟 但是這些一些 並不是說 他一定存在這些游理跟 好 我舉個例子吧 那來源是這樣子哦 2x-1 乘上3x加2 6x平 -3x加 就是加x-2 好 他哦 就是有一個多項 是6個數目方 加2x-2 那今天呢 我們想要做一次分解 因為如果今天 令他等於0的話 是不是 經過一次分解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 他的根是什麼 像他的根 這裡是不是2分之1 以及什麼 3分之-2 對不對 我們就知道他的根是什麼 那你會發現這個6 其實就是怎樣 我在猜解一次分解的過程之中 這個6從哪來的 是不是由2跟3所控制的 懂我意思嗎 你猜你可以猜什麼 1跟6 你可能猜2跟3 那2跟3 是不是一定都是什麼 6 的因素 你同意嗎 一定是6的因素 我剛才你看到嗎 2、3 皆為6的因素 然後 2、4、9 好 那再來呢 我們看另外一個 負2 怎麼來的 負2是不是有負1跟2所控制 負1乘2等於2 負2嘛 所以呢 1跟2必定為什麼 後面這個2的因素 那因素這邊 我們沒有特別探討證 因因因素本來有正的就會有負的嘛 可以嗎 一定是他的因素 所以啦 牛頓因素 因素連結法都產生了 他就跟你說 哦 如果你要去找他的一次因素 则前面的領導係數6 會影響你的一次因素的分母 你看2分之1 3分之2 是不是都由分母所決定 再來呢 後面的常數下 會影響他的分子 因爲他是1跟2所寫出來的 可以接受嗎 2分之1 2跟3 是不是就由6決定 1 1乘2 是不是就由他所決定 所以哦 如果我們今天不知道要如何拆解因素分解 那 我們 知道分母跟分子的可能性 我們就會這樣抽 分母有可能是6 也可能是6的所有因素 因爲2跟3嘛 也有可能 所以我們要寫兩部分 第一個 分母部分 6的因素有1236 那再來呢 分子的部分有可能是誰呢 有可能是1 有可能是2 那你不要忘了 有正因素就會有負因素 所以呢 我們會在一邊的地方加正負 那為什麼不兩邊都加正負呢 你自己看看嘛 如果這裡加正是這個也加正負 那不是一樣意思 懂我意思嗎 正正負負是不是都會討論到 都是正嘛 一正一負一負一正 那就是有負的意思 所以我們只要一邊加正負即可 所以它的可能解 注意哦 叫可能 可能的有以根 就會有以下這幾個 6分之正負1 或是6分之正負2 也就是什麼 就是 3分之 不要寫打叉 好像我算錯一樣 有可能是6分之正負1 6分之正負2 就是正負3分之1 還有可能是什麼 3分之正負1 3分之正負2 這個有了嗎 3分之正負2 還有什麼呢 2分之正負2 2分之正負1 就是正負1 以及正負2分之1 還有嗎 正負1跟正負2 可以嗎 這一些都有可能是你這一個 lmx的有以根 那我問你哦 有可能就一定有嗎 有可能就一定有嗎 我有可能有女朋友 這樣我有女朋友嗎 沒有 這樣懂了吧 他就說 哦 如果有的話 就是那一些 那如果沒有 那就是你隨 懂我意思嗎 不一定有哦 只是有的話 這個一定掌管分母 這個掌管分子 那實際上有可能怎樣 全部都虛根 那也是有可能的 只是有 那一定是在他們之間的其中一個 懂我意思嗎 你一定要了解這個邏輯哦 有一定在裡面 沒有 那就沒有 怎麼樣 所以它只是一個檢驗方式 檢驗有或沒有 那你可以去試試看 那這些要怎麼試試看呢 你可以先把什麼 哦 有可能有6分之1 6分之1 你就把它 帶回去由那個方程式 如果使了方程式為0 是不是就是有那個音式 就是有那個根 好 那我們就找到了 就是這個意思 可以嗎 好 接下來呢 我們來找那個范例16 沒有 我們把這題做一做 因為什麼 前面的係數掌管分母 後面的係數掌管分子 那 尤里根就會在這些組合裡面 如果沒有尤里根 那這些組合你全部帶進去 你會發現沒有一個Squid 懂嗎 那它的作用 我再幫我譜一下它的作用 所以Check尤里根以外 它的作用就是什麼 要達到一個目標叫降次 有時候降次我們會用它 好 來 舉個例子 像范例16就是要降次了 你看哦 Lx等於6x的4次方 加5x3方 加3x0 5-3x-2 的整係數一次音式 注意哦 叫整係數一次音式 什麼叫整係數一次音式 就是你不能這樣寫 s-1 s-2 你的音式可以寫成這樣嗎 劉仁姐 可以 這是整係數嗎 整體倍啦 這個是分數啦 整係數 所以你要把這個係數改成什麼 要改成2x-1 這個才叫整係數 兩個都是整數 懂我意思嗎 好 那 怎麼分解呢 那你要音式分解四次方 是做不到的 你怎麼可能做不到 你神童哦 這個東西我就不會做 你怎麼做 所以我們就要用流動一次音式解 去降一次 把次方降下來 降到幾次我一定可以解 你怎麼跟我講一次 一次我就全部都拆開來 降到只要方程式只剩下二次 你一定可以解 為什麼呢 因為二次方 不管再醜 x-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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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論再醜 你都可以確定他可不可以拆解 因為我可以用公式解 把它寫成什麼 x-2a分枝-b-√4 把它拆解成 x-2a分枝-√4 我一定拆得開來 只要我用公式解 對吧 可以接受嗎 那如果這算是整數呢 恭喜你 你還是把它拆開來 只是這裡有根號而已 懂我意思嗎 就可以強制分枝 所以我們的目標 至少要把它降到二次方 開始做了 好 來 那可能的有理根 那我們就要寫了 有 一定要寫可能 它不一定有 可能 有理根 根 好 我們寫一下好 六 所以是 一 二 三 六 這是分母 然後 分枝 有誰 一跟二 正負一 正負二 把所有組合寫出來 所以是 正負一 正負二 正負二分之一 正負一 正負三分之一 正負三分之一 正負三分之二 正負六分之一 正負三分之一 正負三分之一 好 那就是這次 其中的一個 兩個 三個或四個 可能四個都有理根 我不知道 那接下來是 見證其之一的時刻 一 啊 負一 我會建議你先戴戴看 一帶進去 只要一帶進去 等於 這就代表 你就有 就是這樣 你有一個 音式叫X-1 對吧 於是跟你說的 代進去等於 就是有X-1的音式 把一帶進來 就變成了 六五三 負三負二 怎麼看都知道不是零 對不對 那負一帶進去 你有沒有發現不是零 就是這個很建立的地方 那怎麼辦 那你就要往 這些分數去看 那建議你是用中和儲法去做check 因為中和儲法用加的 會比較好酸 好啦 礙於時間的關係 我要跟你講 這一題要帶多少 這一題你要帶三分之二 需要有點冷氣 這一題你帶三分之二 三分之二拿出於六 乘以三分之二 乘以四 這是九 九三分之二就是六 九 九 六 二 三 二 零 為什麼會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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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看答案 其他這邊不要太興奮 我們這個三分之二 叫什麼 中和什麼 叫S-3分之二 我會講 它是到這裡先數一次音式 所以你必須要怎樣 這裡要除以三 除以三有什麼好處呢 除以三的話 你是不是可以得到真正的傷 三 三 一 代表怎樣 你就可以把這個三倍給誰 給它了 所以你的係數就變成三 三 x-2 好 我這裡多寫一遍 我這裡多寫一遍 再點數走 咯 它就可以把M5x經過了這個 中國儲保財甲寫成 3x-2 它的傷在哪裡 它的傷就在這裡 2x的三方 加3x的平方 加3x的平方 加3x加1 好 拆解成這樣 接下來 聰明的朋友應該都知道 你不要自作聰明 你不要把這個東西怎樣 你不要再從頭到尾再拿數字代入 你直接從什麼 從它的傷再繼續看它可不可以拆解 懂我意思嗎 所以大家中國儲保會越做越少 為什麼 因為我們拆解成一個一次音式 那剩下一次音式一定在傷裡面 從裡面拆就好 那下一個是誰咧 我已經幫你找好了 叫2分之負一 多是分數 你看 有沒有貼心 2加3加3加1 可以S2分之負一 那2分之負一實力上是什麼 叫S加2分之一 對吧 都重到 那你不要忘記 最後這個三角除以2 2分之負一加2 然後加3分之負一 加2解1 0 好 除以2 這邊1加1加1加1 好 接下來兩個周固數 我們可以把LX先做 3也是 減2 然後呢 2X加1 完美 在S平方加X加1 這個就不要拆了齁 不用看了 這個一看就知道怎樣 這個拆不出來 為什麼 因為你用公式解釋看就知道它拆不出來 還有另外一個看法 B平方-4AC 是不是小於0 判別是小於0 就是50根 就是須根了嘛 所以就不用猜了 所以整係數一次音式就是這樣 就是這兩個 好不好 好 這個就是我們的範定1到16 答案叫3X-2跟2X加1 好 兩個整係數一次音式 好 等一下 這叫牛頓一次音式解釋到 2-7 欸我剛剛那個寫法 你們是不是看不太懂啊 呃 2 整除於6 2是 6的因素 前小後大 通常啊 這可以嗎 26的因素 通常是前小後大 當然有正負就不一定 只是我說通常如果是 就這樣 好 要讓你敲敲 走動 走動 我自己看這個世界有多當作 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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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我會復習找不到 我會復習找不到 我會復習找不到 你到我會復習摩 你到我会復習嗎 中文文字幕提供 還好啦 現在才五點 來六點才上課 我們還有時間 找到講義 找到講義之後還有一 印完之後怎麼還要做行李 還有行李之後怎麼還要做投影 還好啦還有一小時 好可以嗎 來補充的 我曾經有在那個 那個 魔力的參考書上 哦 A 你們有訂過魔力 或看魔力你就知道 魔力有分A跟B嗎 對不對 我給你看一個他 當然很清楚 這個題目問得 我覺得很清潤 讓我們看一下 它是是非題 我先把你去 魔力懂了 魔力懂了 無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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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就是 很多 今天 口 對話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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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講了等一下 有一個多項式 中間係數有P跟Q 兩個位置數 它有一個一次音式 就是AX-B 那你會發現 P、Q、A、B根據提議都是整數 我找到一個 就是只有 那誰的 很久很久以前 A 會是7的音數 B會是3的音數 對嗎 A一定是7的音數 B一定是3的音數 對嗎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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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嗎 對 對 他就跟你說 這個A是不是有 寫了分子分母 這個A是不是決定它的前面 音數可以除出來是負的 沒有那個分母或負的 正負都可以 那個咧 就像負2是6的負音數 如果可以出現三分之一是不行的 不行 那不行 對 錯了 錯了 我先講一下 一般人的理解 他說A是由7決定的 A由7決定 對吧 分母 B呢 由3決定 對吧 分子 對 但是這集確實是錯 尤其好像講到一點點 不知道是不是對還是錯 我就聽不太懂 你就想吧 假如今天我們舉個例子好了 嗯 一次音次 A X B 有沒有可能是這樣 嗯 稍微不知道 我們去找哪個 還是我自己舉一個 好 算了算了 我隨便舉個好了 我舉X寫 你想想看喔 S -2 乘語 X加3 我是不是可以故意把這兩個成績寫什麼 一百倍的 一百分之一 X 然後-50分之一 然後乘上X加3 我可不可以了解 大概可以了 這是幾次嗎 一次啊 它是一次啊 但是咧 一百分之一 跟五十分之一 不見得會是什麼 它的係數不見得是什麼 你看 X平 -2 X加3 加X -6 一百分之一 跟一 不見得是由一去決定的喔 看一百分之一 會是一的因素嗎 不是喔 六咧 你看五十分之一 是六的因素嘛 也不是喔 懂我意思嗎 我可以故意怎樣 故意把它寫成把一百提出來的狀況 懂我意思嗎 那就不一定是者係數一次一次一次 那要不然一般來講 這裡是一 一定是由分母的一所決定的 這裡的二跟三也一定會是六的什麼 因素 原本是這樣 但是現在為什麼不行 因為你沒有講 它要是者係數一次一次一次 聽得懂我講錯嗎 不見可以故意把它提到前面來 也沒有關係 那要補一句話 使得這個變得對 你應該怎麼補 靠囉 你必須要再補一句話 除非 你的A跟B的最大公英數是第一 你只要補上這句話 這個就會對了 最大公英數是第一 就是它們兩個要負值啊 他們兩個要負值 不一定吧 要負值啊 你一百分之一跟五十分之一沒有負值 你把它補上去好不好 好不好 這算是一個比較 真的是比較取巧的地方 比較取巧的地方 那你要知道 它的分五確實其實跟七 跟分子跟三都有關 但是如果它今天沒有特別去限制 它一定要是整數 或是怎麼樣的情況 在某些特殊的情況下 它是錯的 好不好 就這樣囉 好 等一下我們看看電影 我就接近到這了 這個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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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會有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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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在叫 你都沒有覺得 是怎麼突然這樣 正常吧 好來 接下來我們要看看電影囉 現在的朋友 快點囉 快操喔 快操喔 放力時期我可以不交嗎 噢 不可以直接一个代啊 完全没有诀窍啊 反正上面那个学测的那个32% 我觉得还蛮多的 好了吗 好了吗 我先去求他笑 好了吗 你笑我 就是 七个字 看 看 不要这样啦 好接下来我讲坑根定理了 坑根定理跟牛顿一次一次检验法 大家都知道是检验东西的一个 是一种方式 有检报 要检验 但是你会发现 他有各自各自的使用时机 牛顿一次一次检验法使用在检验有米根 那坑根根 检验的叫十根 这是第一个的不一样 第二个的不一样是 牛顿一次检验 牛顿一次检验法 已经检验出来的有米根 如果真的有 那就是什么 有数字 但坑根定理不一样 坑根定理 所检验出来的 说 你的那个根 如果有 那会大概在一个范围 它是一个范围 懂我意思吗 范围 所以人家要是说 一到二之间有一个十根 你看十根 坑根定理 范围坑根定理 那你就知道 这一题 应该是用坑根去做 好不好 要是人家评论说 它有一个由于根 叫二分之一 那一定是跟牛顿一次一次检验法 可能会有关系 懂我意思吗 他都有他判断的准则 那你自己要敏感一点 好 那我要再讲坑根 那讲坑根的时候 你稍微忘记一下他的using time 看坑根 坑根是探查的意思 使用时机 找十根 然后呢 在一个范围内 在范围内 他不会跟你说 找一个十根答案是一 那不叫坑根 那叫直接找根 多为什么 你那个fix 那范围就不用看 就是一 可是坑根没有办法装那么精确 他只能找出一个大概的 范围 我们使用坑根 那它的道理是什么呢 它的道理是 如果今天啊 它是一个多项式的 函数图形 那你要有个概念 现在你们没有办法解释 为什么 这多项式的函数图形啊 你带一个x就一定会有个什么 没有 没有 我操 好 随便写一个多项式哦 随便让写的 你带一个x一定会有一个y 带s1有一个y 带s2有一个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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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的线一定是密密麻麻的什么 一条线 而且不会断掉 因为你可以一直不断的叠带 带那个中间的值一直不断带 每一个都带马 就会形成一条 曲线 或是直线 直线就像什么 一次嘛 曲线就像什么 二次是不是就会跑路线 对吧 但是它是不会间断的 我们在数学范围中有个字叫 continuous 就是连续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每一个x一定可以带出一个y 所以你知道 多项式 就是 y等于f5 但是如果 它是一个多项式函数 多项式函数 这写polynomial 则 连续 f6 连续 图形 写图形出来好了 连续图形 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有的先决条件 我知道它是一种不会间断的图形 那就会以下几个性质 要说 第一个 来开个图 可以去帮我画好了 所以大家应该会今天推的 讲到今天 我们把 这个多项式 带一个数字a进去好了 a可能在 我们讲的不是一般性的写 a在左边 b在右边 s的地方用a带小于零 s的地方用b带小于零 来看看大于 一阵一副之间 图形如果是连续且不间断的 是不是至少怎么样 会有一个 根 因为 因为 至少会存在有一个什么 c 使得怎样 是 f x 怎样 连续图形跟稠密性有关吗 我们数件学的那个稠密性 就是你要说跟稠密有关又有关 因为就是啊 每一个点都带了 那是不是稠密的 你每个点都带 就会形成连续图形 他稠密性不是有另外一个东西吗 还有一个 出现上的两个图形 连续性跟稠密性 首先图形要是连续的他就稠密 就这样 OK 就这样 你没有个什么 就这样 好来 那就一定有一个人叫c 存在在什么 a到b之间 使得 它带入多项是 一定会等于0 那也就是说什么 c是 f x 的根 为什么有这样的现象 一个是正的 一个是负的 竟然有一个解在那边 那你必须要怎样 要连起来 连连看也知道一定会经过中间 这是y等于0 所以开个电影就跟你说 只要你带入一个值 小于0 带入一个值 大于0 一阵一复之间 必定存在至少一时根 你听到我在讲什么吗 叫至少 为什么叫至少 因为它有可能是 零线化的 有没有可能这样 有没有可能它上了又下了又上 是不是可能超过一个根 叫极数根 贴动吗 如果今天一阵一复之间 LOA乘上FOB 小于0 必定有一个是正 有一个是负 对吧 可以推出一个结论 就是有 有 积数 个根 好不好 因为可能是1 可能是3 可能是5 如果今天 你再多画几个 你也可以等一下 上去下来 上去下来 是不是后来 就变成五个根 有的话 就有积数根 如果 没有呢 是不可能的 因为它只要不正以赴这些图形 一连下 必定有一个经过0 这就是堪肯定的事情 那反过来讲 如果今天大于0的话 会不会有根 你两个都大于0的话 会不会有根 对的 干杯你要我操 两个都大于0的话 会不会有根 就是说 如果今天 F of A 大于0 F of B 也大于0呢 那有根吗 大于0在上面 这个是x轴 就是y 所以大于0在上方 那你会发现 我们根本不知道 它有没有根 为什么 你说啊 它这样连过去 然后就没有根 可是有人跟你说 中间一定是这样吗 你不知道 你只带了两边 你怎么知道中间 是不是 它中间搞不好会怎样 会掉下来啊 对不对 你看 过了一个年纪 就会 你知道 有时候会吓死了下来 对不对 然后往上 你有没有发现 它也有可能有两个焦点 它甚至可能怎样 这有四个焦点也有可能 所以啦 我们这样说 如果今天 两根都是正正 或者两根都在下面 或是负负 那就是同号 F of A 乘上F B 大于0 这个叫同号 正正或负负 那就有可能怎样 没有根 或者是什么 偶数的根 为什么要偶数 因为如果有的话 就有偶数的根 这就是坎坷要教你的事情 如果有 那就会有偶数的 那如果今天是一阵一副 那一定至少有一个根 那也可能超过一个根 但是我不管 反正至少有一个 OK吗 可以懂吗 OK 是这样 好 这就看一点 那讲一句 我们要解压好了 自己看一下 自己看一下 好 来 这里 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就是堪坚定理的逆训数 拜托会出错 你把它画起来 什么叫堪坚定理的逆训数 堪坚定理是说 如果今天 相乘 一阵一副 小为0 则一定存在 至少一十根 一定有根结吧 至少有个根吧 但如果今天 我们反过来跟你说 如果今天 A跟B之间 有一个根 有一十根 则 他们相乘一定小于0 对吗 就不一定对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如果今天 A跟B存在十根 为什么 反推过来 相乘不一定小于0 天下平的这个根 两根都是正的 小一根 可是怎样 有两个根 有十根 那他们相乘是大为0 所以逆训数是错的 只有顺推 先给你一阵一副 可以推出有一十根 所以有十根 一定一阵一副吗 那就未必 因为有可能是这样 有可能是红色 也可能是黑色 那就不一定 OK吗 逆训数一样画起来 因为这个非常非常长的看 反正我忘记 反正我忘记 反例十七我不用教了 嗯 嗯 反例十七可以吗 嗯 反例十七可以吗 反例十七它跟你说 哪一个区间内有十根 很简单吗 你看 负三负二就是什么 你x的地方用负三代 看它正还负 那你x的地方用什么 负二代 看它是正还是负 那你正与负之间 就会存在一个十根 懂我意思吗 那只有一个吗 不一定 但是我确定的是 它至少会有一个 这就是这个意思 好不好 同学 那我再多讲些废话 x的三次方 如果有十根 最多有几个十根 三个 因为它三次方 至少有三个 那一定有三个吗 不一定 搞不好它 搞不好它只有一个 那你知道为什么 我们没有说 它没根吗 因为三次方 虚根 它是十系数吗 十系数多项是 虚根必成对 所以它如果有虚根 最多就是两个 懂我意思吗 它一定有一个十根 要不然那个十根 就没有人可以成对 不然如果三个说虚根 那就会有一个虚根 没有成对 没有更多虚根 就这样 好不好 我们今天的课想要到这边 但是 我又好想再讲一题 那我们再讲一题好了 来 因为那个方例时期 大家都会做嘛 那我们就补充 另外一题 你知道我讲什么吗 我去写一写 那类题做一做 尤其是那个类题二 大考考题 这个要做 很经典 你看光小型都直接走出去 死掉 这样 过完 快点 他有一起抖 吴 5点4分 暗 5点4分 就还没到5点 怕 Cape 我講到 我講到 好緊張 你們都已經講到犯意十六對不對 我看這邊就有 我講完犯意十七了啦 因為我再寫後面 對對對 這本是很不錯 因為他就是 不會到太難 可是他後面有什麼不錯 你說練習 練習 練習 該講的都有 所以真的 什麼東西都有 寫完這個再寫週計畫就好 週呢 那你回來我們上課 我們最後一個 判別是非提拔 判出來 很重要 這個是非提也很重要 對嗎 不對嗎 你知道為什麼我會講一些是非提嗎 因為你在想 你在做多多同學折疊的時候 每個選項目都是是非提 我們判別他對我或是錯 你懂我在講什麼嗎 所以其實就在做多多同學的意思 對 那講要不要先移 先別問 我們還有 今天就講了第一門 不行吧 第一門要講 沒有啊 還有兩張 可是那個只印到第三回 不是嗎 因為印到第四回 喔是喔 這個也要印到喔 真的假的 嚇死我了 真的啊 你開那個 二八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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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不同 不同體系啦 對啊 這樣會 可以嗎 可以嗎 來 仔細 還沒回來 那我還是把這一句講一下 來 文姐 等一下 算什麼 這不用算 來 我現在要Pick方法 我要確定一下 Geran Geran怎麼樣 Ge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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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跟你講 這一句話是什麼意思 這句話只在跟你講 它是一個什麼 叫十係數多像式 欸你們知道十係數多像式的那個減寫你們寫嗎 會寫的比較快一點 就是你先在這裡寫一個R 先寫一個R代表它什麼數 十數 那我們要如何表示一個多像式 看到囉 你在這裡寫一個中括號 再寫一個X就可以了 這個的中文就叫十係數多像式 等一下 這個的中文就叫十係數多像式 我覺得這還蠻方便的齁 如果你今天不想寫那麼多字 你可以直接寫這個 你知道我要講什麼嗎 如果今天是減理係數多像式 你講怎麼寫 你就寫這樣 先寫一個Q 再寫一個O 用中括號寫 你不要寫括號寫 括號的話就是不一樣意思喔 這個叫多像式 代表是什麼 它的係數都是Q 跟我們的Q 是完全天下地別喔 Q Q 叫什麼 叫上式 不太一樣 好不好 十係數像式 你覺得他要繼續寫下一側嗎 還是先把這個計畫寫完 等一下 這個問題等 等一下再回答 現在有點多了 不能回答 好來小妹 十係數多像式 他跟你說AK都是實數 所以一定實際數 那虛根就會成對 對吧 虛根成對 好 那這題答案是全 沒有錯 那這條怎麼判斷 同學 你會發現人家問你的是什麼 在-1跟-3之間 有10根嗎 一個範圍問有沒有10根 一定是什麼 堪根 一定是堪根 而且呢 它是二次方 二次方 那我可以確定了 它不會有虛根 為什麼 因為-1到-3之間有10根 那另外一根 虛根要成對的話 它另外一根不能成對 那兩個都會是10根 那既然有另外一個10根 那我們畫個簡覽 他說在5的什麼 在5的時候 看哪裡 5的時候小於0 5的時候小於0 7的時候 7的時候大於0 所以在這個交界之間 會有個10根 對不對 而且啊 在0的地方 他有課上 好累喔 在0的 欸 欸 我怎麼少寫 欸 我少寫一課 是不是 要不然怎麼又等於那個 小燥 那種永遠節還算得出來 是不是很奇怪 什麼意思 你就配方 然後還有對策 是不是是不是 5跟7 則 欸 這個人後面寫這個好像怪怪的 是不是有寫錯 文法都怪怪的 其中 AK屬實說 我有沒有想到跟假裝畫圖畫 L5小於0 L57大於0 則 L1等於0 哦 白症 這是兩句嗎 哦 白症 在這個有10根嗎 哦 白症 我看錯了 嚇死了 蛇 那意思是 在這個地方等於0 意思就是說 負一到負三 這個有沒有10根 好 那我們看一下 嗯 有什麼條件可以用嗎 我們不知道開口的方向 我們不知道開口方向 有10根嗎 他有說A的正負嗎 他會給A的正負一點嗎 他會給A的正負一點嗎 嗯 嗯 沒有給開口的正負欸 那要配方了吧 配方一下吧 配方出來 因為我要先知道頂點 A 提出來 是F平方 -A 提出來是-4X 然後呢 哇號 加上K 要先知道頂點才知道他開口方向 因為他有方向會決定他的根是在左邊還是在右邊 那這裡呢明顯知道 - 還可以 加4嘛 中間像除了2在平方 所以多算了4A要-4A 配方法 配方法之後是得到A倍的X-2的平方 然後呢 加上的長處像K-4A 雖然我不知道 哦 我們的 算出來的2的時候頂點 他的答案是多少 但是我不知道他的對勝手一定會在哪裡 是不是在2的地方 然後開始往上 可以見得 因為他是跑路線 可以嗎 你看到嗎 這裡是距離3 那反過來講 在距離3的另外一邊 一定存在著一樣的發生事實 因為他對稱 距離3 單位的地方是-1 然後再來呢 是不是在2 所以是不是-3 所以-1到-3之間 必定還有一個叫什麼 10根 所以這已經拿出來 我們內用配方法 求出他的中心坐標 他的對稱軸叫X-2 所以我們可以確定他的開口方向是 往上 那有一個根在57 以中間做對稱 一陣的印象過去 就在-1到-3之間 一定會有一陣一陣的情況出現 好 就是這樣 這邊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我再講一次 為什麼我們這裡 會穿插一些 事非選擇題 就是因為 我們將來在做 學測東選的時候 要協調 每一個選項的判斷 都是事非題 好嗎 波波 大家比較晚 你再讓我削30分鐘 你就一定可以講了吧